三种让你振动频率从20提高到200的方式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研究发现 人的意识具有能量振动频率 并且呢可以划分成17个能量层级 最低是20分 最高是1000分 频率低于175分以下的叫做低频能量 而高于200分以上的呢叫做高频能量 拥有高频能量的人在生活中 往往显得更加的快乐跟幸运 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 他们都活得非常的自信 跟满足 相反的 如果你是一个低频能量的人 你在生活上会常常有很多负面情绪 比如说羞愧 内疚 冷淡 悲伤 恐惧 贪欲 愤怒 及平平等 这都会使低频能量的人发生更多不幸的事情 比如生病 感情破裂 或者是财务危机 低频能量的人会在生活上有更多的问题存在 那么要如何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高频能量的人呢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 改变你的环境 环境对频率的影响非常大 如果你居住的环境很脏乱 或者是周遭的资源很贫瘠很穷困 那么它可能会常常使你身体不舒服 睡眠品质差或者是情绪低落 跟莫名其妙的疲劳 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居住环境 那么也一定要好好打扫你的房间 维持整洁 方法二离开负面的人事物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充斥着负面能量 常常抱怨或者是过得非常的困苦 然后又不想要努力改变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跟你身边相处最近的五个人 他们的平均就是你的振动频率 所以跟抱怨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也会变得抱怨 可是跟幸福快乐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也会变得幸福快乐 方法三感恩 感恩可以使一个人快速的提升振动频率 因为这代表你对你的生活非常满意 而且你很相信 你现在拥有的都是值得感激的 你不会有抱怨 不会有批评 也不会有贪婪 相反的你会有更多的宽容跟爱 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以上就是三个提升振动频率的方法 只要能做到上述的三点 你的人生就可以开始改变了